强风作语也让台中地区出现了数件的灾情 在北区有三层楼高的路数被风给吹倒 就压倒停放在一旁的车辆导致车顶变形 而在东区则是有一处的招牌 不堪强境风势 砸落扯断电线也导致315户停电的状况发生 而至于在西屯区的新光三月百货 有部分的玻璃门被风吹到破裂 碎屑散落一地 索性这几起事件都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路状树干横躺在路中央 还压到车辆造成车顶严重变形 小犬台风挟带破坏性风雨 位在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 这颗大约三层楼高的巨大路数 实在撑不住了 被风吹到青岛停在路旁的车辆惨被波及 你有感觉很衰落是说 对啊 这天灾地点没什么衰不衰啊 人没人好你告诉你 人没人做嘛要面对啊 镜头再转到台中市东区的东光路 则传出一处招牌也不堪强劲风吹 从高处砸落还扯断电线 导致这个路段315户停电 一部轿车也被招牌压损 整条路漆黑一片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确认地上没有残留的碎玻璃 位在西屯区的星光三月百货 部分玻璃门因不堪强风被吹到碎裂 碎血散落一垫 索性当时是大门内侧玻璃碎裂 没造成人员受伤 小蠢台风威力不容少去 民众出门在外得多加留意